- 桃園機場 - 桃園機場 - 桃園機場 - 待會要前往湖北 - 參加金飛獻頒獎聯盟 - 這一次他們招待 - 跟著我們一起去旅行吧 - 跟著我們一起去旅行吧 - 看看湖北第一次去旅行 - 湖北第一次去旅行 - 湖北會不會很冷 - 應該會比台灣冷一點 - 今天台灣天氣還不錯 - 然後機場 - 可能是平日的關係 - 所以人比較少人 - 今天人超少人 - 之前都沒辦法在這個 - 走到這邊 - 那我們現在要進去啦 - 待會見囉 -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 - 然後我們登機時間是 - 六點十分 - 現在四點而已 - 所以還有 - 兩個多小時可以逛 - 已經目不及待 - 跑來這裡看他的 - 蝙蝠俠 - 我們來去找他 - 啊 - 吳...哈囉 - 哈囉 - 喔... - 這是長生 - 最愛的蝙蝠俠 - 剛走過來的路上 - 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 - 後極事 - 它叫 台灣電影 它在C8的位置 然後它整個做的像這個牆啊 就很像膠卷的感覺 然後椅子也是 比較像電影有點紅色的配色 還蠻有趣的欸 第一次看到這種後機式 蠻有主機的 剛剛好像還看到裡面有 金馬的一些標誌 我們來看看吧 然後它這邊蠻酷的欸 它還放了一個金馬獎的獎盃 非常的漂亮 這是我們定義的 夢魅影球的殿堂 這邊會介紹一些 這個 參觀台灣電影藝術 還有一個金馬的 還有一個金馬的 我們點的是雙重巧克力 跟這次英文一樣 好吃嗎 好吃 會不會很甜 但是沒有了 一種類的 它是雙重的 是雙重的 是雙重的 雙重的 它是雙重的 雙重的 所以我們已經出現了 在雙重的 雙重的 又是雙重的 是雙重的 雙重的 雙重的 是雙重的 这次我们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到武汉 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 机上以深蓝色为主视觉颜色 设备也是属于比较简单的 大约起飞后半小时内 我们的飞机餐来啰 水果有巴勒 苹果火龙果 沙拉以及柳橙汁 最特别的是居然还有附辣椒酱 沾面包吃 除了辣椒酱还有奶油 来之前也有听说武汉也是吃辣的 待会我来尝尝看 零嘴是老洋的方块酥 主食只有一种选择 晚餐是卤肉饭 一打开味道就飘散出来 超香的 饭的口感很不错 搭配卤肉非常下饭 旁边的配菜香肠也比想象中还要好吃哦 好吃到马上吃光光 再来是小菜的部分 马铃薯沙拉搭配生菜 里面有加起司酱和一些鲍鱼 吃起来很清爽 可以中和一下卤肉饭的油腻 面包就不是一般飞机上热好的面包了 还不错 不会太干的感觉 来试试看辣椒酱加面包的感觉 果然非常奇妙耶 是不会到不好吃 但就是不习惯 而且辣椒酱吃到后面会有后劲哦 茶水的部分 肉饵点的是可乐 我点的是热茶 热茶的颜色非常淡 不过可以在冬天饭后来杯热茶 很幸福耶 吃饱休息一下 很快我们就抵达武汉了 飞行时间大约是两个半小时 第一次中国东方航空体验 非常开心 我们到武汉了 我们到了台湾机场的大门 天河机场有比台湾冷一点 我们到了台湾机场的大门 天河机场有比台湾冷一点 我们现在要拉车出九地骨 然后天气还不错 两两个 三两三两个 欢迎来到我们的房间 这里是火柜经济学院里面的招待酒店 还不错吧 然后整个就是比较暮色系 比较清新 然后整体感觉还不错 还蛮舒服的 然后一进来就有两张单人床 然后这边很长的桌子 然后电视 电视它的感觉还蛮多选择 就是节目上面选择的 还不错 然后就是这边也有椅子 其实其实蛮多的 然后月下已经晚上12点半了 所以外面已经很黑清晰 所以明天可能早上再拍 拍给大家看外面是什么样的风景 月下完全看不到了 厕所的镜子超级大 然后洗手台 没有很大 但是应该还是够用 洗手台的后方呢就是马桶 那马桶的这边跟洗手台这边就是 空间会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应该不太影响 那后面呢这边就是干湿分离还不错 那整体环境也是很干净很舒服 现在已经12点半了 待会要准备洗澡睡觉 然后明年还要早起 7点就要起来 然后要去参加论坛 然后还有晚上的最重要的颁奖 对 希望会有好消息 很期待那个早餐长的样子 你是期待早餐 对 好 希望是还不错很丰盛 那明天再跟大家一些收容 那今天来湖北的第一天 就这样啦 那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那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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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